陶冶是在网路上发现的 最近有人发现说在网路上拍卖起了华夏奖章 说到这个华夏奖章其实呢 是必须要对国民党或者是国家社会有重要贡献 才可能获颁的 包括像是知名导演李安 杨敏好莱坞就曾经获颁一枚 不过最近网路拍卖呢 却发现有这么一枚华夏奖章标价600万 我们独家追踪发现这枚奖章的主人 就是一位国民党资深党员 他说因为不满意马英九 一气之下就把这个奖章拿出来卖 网路上什么都卖 什么都不奇怪 连印着国民党会的华夏奖章都被po上网 卖家还备注 这可是前总统李登辉所颁发 拍卖是为了唤起大家对国民党的支持 还说这拍卖金额将全数捐给国民党 当作选举经费 但仔细看拍卖价格竟然高达600万 卖家透露这枚华夏奖章是帮一位家族长辈代为拍卖 这位女性长辈现年70多岁 她已故的丈夫是过往国民党在南部的重量级大佬 财力雄厚捐款超过上亿 但华夏奖章得来不易 必须对国家社会有明显攻击 忠贞领导党员为党服务才能货班 像是国际大导演李安 扬明好莱坞曾货班一枚 已故自身议员李敏然也曾被推赠华夏奖章 如此珍贵的奖章 怎么会轻易拿出来拍卖呢 老党员看待马英九恨铁不成钢 但对国民党的感情却又不能说放就放 开价六百万卖视为宝贝的华夏奖章 其实仍旧是满心不舍 这位新闻李文姐刘晓琪台北报道